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有关系吧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专心啊 我 有什么事情 等我们做完这些再好好谈吧 最近我也想了很多事情 我 我 有什么事情 还有 有什么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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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出来 至少对自己曾经有过的感情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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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去哪里呢 从一大早起来我就不见他了 我想也许你知道他在哪里 如果我知道啊 他会让你把职务交给我啊 啊 佩佩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啊 好 谢谢啊 我继续找一下 高老师 又带职务来了 是啊 大叶青 小罗 小叶子徐 瑟瑟 每一颗都有他们的名字吗 是啊 每一颗都很特别 那这颗呢 新叶嘛 新叶 昨天我给佩佩老师表达了 这是他今天送给我的 也是他的答复 话语 事有情 其实我早就知道佩佩老师的回答 所以我这样很好 新业 新的学期开始 是 新的信息 展开新的一眼 所以 我也不再是喜欢佩佩老师高斯文了 好美的名字 是 我要振作起来 去展开新的一眼 怎么高老师又带职务来学校了 是啊 好漂亮的花啊 能不能把它送给我呀 呃 嗯 高老师想陪被表白了 那你呢 也许别人不知道 是我看得很清楚啊 一个女人 不管她在睡觉上有多大的成就 一旦住了自己喜欢的男人呢 再多的精明干练也都会消失 我是欣赏高老师 我是一个不喜欢欺骗自己的人 对方对我有没有感觉 我还是知道的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但是 总要有一方先表示啊 在工作中 我可以独当一面 不输给男人 可在感情方面 我希望双方是互动的 不要只有我一个人付出 即使是我促成的这段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了 也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你永远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理智很好 这样可以少让自己受一些伤害 但是 我真的很希望 你能少一些理智 享受一下人生脱轨的惊喜 不是现在 也不是我怎么在乎的事 在昨天把过去导播的一些题目呢 全部整理了一下 大家看一看 太好了 有了这个啊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班级的打扮 别傻了 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在用功 你在念书 其他班级同学就不读书了 那怎么办 一开学就是第四次模拟考了 再过三个礼拜就是第五次了 对啊 古老师还真是辛苦 感情不顺 事业又迁突未卜 你别乱说 陪陪老师不一定是跟杨老师在一起啊 再说了 我们也不一定考不到第一名啊 总之一句话 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努力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想的吗 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我们班考不到全校第一名 古老师得得走 这个忙我也帮不上 这是古老师跟家长的约定 但我想 但我想能帮上他的 就是你们 你们要努力学习 尤其是英文 如果你们的分数能达到全校的平均成绩 那我想 他的几乎就会很大 他肌骨就会很大 你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我 你去哪儿 那些是我学生 你又来了 每次有学生 你不只是老师 你也是我男人朋友 你一直都不明白这一点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得喜欢我这一点 我永远是一个老师 过去没有改变 现在也不会变 将来我更不会变 我要的只不过是你对我多一点点的注意和关心 我当老师犯过最大的错误 就是受了你的影响 连自己的学生出了事 失踪了都不知道 从那时刻开始 我就确定 我再也不会做错 对不起我老师这个称号的事情了 他 两个人在一起 是更多的相互关爱 而不是拘束 要不不好意思 又要麻烦你了 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英文弄好 不然我们老师会因为我的缘故 被赶出学校的 我的英文成绩很差 每次都把班尼的平均分数给拉下来 所以 拜托你了 我也会尽量帮他的 可是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上次因为你啊 他进步了很多 所以这次 拜托你了 拜托了 请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拜托 OK 我会帮你 你好 谢谢 下班 我要他时不来 不易 上去 我说足球见价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踢球 我正在专心的工作 我在工作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你可以进房间 这里是我住的地方 现在也是我住的地方 你停下来 我问你 你跟佩佩到底什么关系 她到底去哪里 你凭什么这样说 我跟你非心非故的 我跟她住楼上楼下 她也跟你非心非故的 用不着把行李交代吧 我是 我是担心她 那么担心啊 打电话去问咯 你去哪儿啊 我 喂 你去哪儿啊 挂电话 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我 那你不准挂电话 喂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你怎么不说话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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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 喂 喂 高老师 发什么呆呀 我在想很多时候 事情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 人也是一样嘛 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人搞懂 所以人和人相处才会那么有趣 走啊 联谊会就要开始了 虽然高考是决定孩子们 未来前途的一种非常关键的时候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他们面临了一次人生的考验 通过高考 他们不仅学习了文化 而且呢 也培养了自己 面对未来的一种劳力 所以这时候 我们家主所起到的决策 应该是协助他们 解决由于紧张而带来的压力 而不是期望过度 而给他们增加压力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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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 其实这次家长会 能开得这么成功 都是你的功劳啊 哪里哪里 大家都在努力嘛 校长 吴老师 老师 老师你好 好久不见了 第五次模拟考试 有没有信心啊 当然有信心了 就是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我想 我离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可是我热爱我的职业 喜欢这个学校 更喜欢这个班级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古老师 最近我们晓风变化很大 有些事情呢 他愿意和我们沟通 我想啊 作为一个老师 不但书敲得好 而且呢 他还能帮助同学呢 能发挥他们自己的潜力 这一点很重要 校长啊 我们校长都很信任他 希望您能继续留在这个学校 怎么样 你们有事谈 我先走了 走 慢走啊 你气色不大好 凡事尽力就好了 过多的担心也于事无补 心放宽一点 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 小长 什么事说吧 她回来了 是那个女孩 我好像和以前一样 还是不会选择 我总是这样 一碰那要选择的时候 总是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自然的明朗 自己不愿意做决定 又不愿意 什么都不做 你怕什么呢 我是怕 选择后看到别人 失望的表情 或是怕 自己选择错误了 到时候就不能回头了 人生 人生 是一定要做出选择的 你不可能把什么都抓在手上 否则 到最后 你什么都会进去 可是 正像我刚才所说 孩子们在高考中学习 面对未来的能力 同样 你也需要学习 你需要 学习如何做出选择 正确的选择 才能让你担起 你应该肩负的责任 我知道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 你是用心 来和孩子们沟通吗 那么这一次 你也应该用心 来做出选择 教掌会也结束了 你也应该回家了 要是有人要搬出去 那也应该是我 喜欢就说出来 熟了之后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叫我妈撤下约定的 谢谢你了 不过我想还是不用了 为什么你对我们就这么有信心呢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不是对你们有信心 我是不在乎 当初我签下那份军令状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有没有在佳音教书 对我来说的无所谓 可是如果我这样做 能够让你们提高自信的话 那有何复呢 不过现在 我真的是想拼一拼啊 我想看着你们毕业 而且不止你们 还有很多人 都将我留下来 我们的事解决了 不过 你感情的事也顺便解决一下吧 你倒是人小鬼大 哎 你可不可以有你这个年级的小孩子的样子 老是不像个大人 做学生的当然懂点事喽 解决一下 哦 哦 哦 小鬼 走吧 哎 我说啊 你该回家了吧 哦 回家 那应该早点 走吧 我是说回你家啊 你总不然一直坐在我家里吧 哎 到底你们发生什么事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为什么一直避难避在我家里 现在还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好吧 你不说我也不勉强你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我一直心情好乱 理不潮汐 你告诉过我 喜欢上一个人 会在于他的一举一动 取得他心情 而变化自己喜爱乐 那么 我好像是喜欢谷月桃 可是 杨蓬陪着的时候 我又感到窝心 快乐 好像可以把自己 丧心地交给他 我好像也是 喜欢杨蓬 但是 我一想谷月桃和他女朋友的时候 我为什么那么心痛 他不让我跟杨蓬陪出去时候 我就那么想答应他 刚刚 你说谷月桃几次 杨蓬几次 谷月桃这个名字 在你心里面 恐怕与杨蓬 更常出现吧 万一我承认了 我在他心目中 不是最重要的吗 我很害怕 在我没重要的事件 准备之前 我还是无法面对他 这种问题 除了面对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 我有预感 你在我家里 住不久了 你不认为 认为 不认为 不认为 我是感情的问题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怎么知道 当然了 今天比你丰富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怎么样让自己知道 以及爱上一个人 简单 干嘛 我看你也不像那种乱来的人 这一定很准 你忍不住想我的那个女人 就是你最爱的那个女人 根据我的经验 身体的冲动 有缘比你理智 诚实多了 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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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说 总想让教育普及每个地方 每个人 总说一人一份力量 一元一个希望 所以他就每天存一块钱 我以为他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 这么多年他还在继续做 我相信他只要还当一天老师 他会这么做下去的 就算他不再当老师 他还会记下去的 这半年一来 这半年一来 我在他身上发现 对学生的关心 对教育的忧心 也许是因为这样 我感觉我越来越加了他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说这些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跟他约好了 一起去庆祝 突然之间学生出事了 你是希望他去赴约呢 还是去学校那 他一定会去学生那里 我问的是你希望 我一定会让他去的 因为 我相信他一定会担心学生 这一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对不起啊 我们认识十年 相处七年 没想到 还比不上你半年对他认识 也许 也许因为我也是老师吧 不过我还请你告诉我一句话 我不会放弃 我不会放弃 对不起 那你担心了 最近发生很多事 我也想了很多 我觉得 我可以跟你好好谈谈 再见 看到我有这么经验吗 我醒过来 发现你不在了 只看到你的行李 那个足球介绍也不见了 我担心你出事 你没事吧 他是我大哥 大哥 他这里天来强加球赛 所以 我把房间长给他 跟夏天心一起挤了 嗨 我白造型那么几天了 我还因为你以为我 有一点 不过也是因为自己愿意 想让自己想清楚一些事情 你想清楚了吗 那你想清楚了吗 我 我已经告诉你 杨鹏要跟他好好谈谈了 你要跟他谈什么 你到底要跟杨鹏谈什么 你到底要跟杨鹏谈什么 是吗 是 是 哎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 而委屈你自己啊